当您听到低电量的提示时 代表需要更换电池 知道助听器是否还有电量的另一种方式 是将助听器放在掌中 听是否有长而尖的声音 如果有就说明助听器仍然有电 请观看我们的更换电池视频来了解更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